寶欣 特別感謝寶欣 因為他資深 部位都很熟 每個議題都很熟 所以我特別請他說 你在重大建設上 我們要請洪光之力 其中最困難的不是桃園的工程 是桃園鐵路的地下化 那這個議題可以講 是很困難的 那我特別跟寶欣說 這個我已經公開選擇 如果鐵路沒辦法抵押 我就不連任 如果要鐵路地下化 叫我去這個行政院櫃也可以 寶欣說你要櫃園 如果要櫃園就要櫃園去 當然古閒的行政院 當然這個決策的程序很慢 那麼一直到很晚才敲定 但是我們桃園該做的 都沒有停下來 那最後呢 大家期盼的桃園百年建設 鐵路地下化 包括其他的捷運建設 終於能夠一個一個定案 我們要給寶欣 給他肯定 給他支持給他掌聲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未來的歷史看我們努力這一段 一定都覺得很不容易 坦白講 國民黨的時代 朱立倫當縣長 吳智陽當縣長 當時鐵路地下 高價化卡住了 其實不是我們害的 是那個規劃沒有符合桃園 所以卡住了五年 其實是我跟寶欣喔 在我上了以後 把這個不好的方案 把它變成符合桃園的方案 所以能夠逆轉桃園的發展趨勢 我相信喔 有一天喔 這一條桃園大道 會從桃園內地中立到平鎮 那麼這一條長達18公里的桃園大道 以後一定會記載 幫他這個寶欽 幫他文燦的努力 大家說對不對 對